今天台北市長蔣灣下午的時候是繼續來到議會來備詢 但是現在針對金華城案 北檢日前申請土地扣押已經獲得北院核准 那麼市府在昨天的時候也發函給北院是否確定要停工金華城 但是現在藍綠議員就要求蔣灣應該要立即來停工 而今天蔣灣被問到是發函北院是害怕國賠 還是要自保對此蔣灣有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有公安疑慮會意圖施工或者違反圖施計畫法 那另外現在最新的情形就是上週法院已經核准假扣押 就核准扣押之後 那我們依照內政部過去從60年66年67年75年100年的相關函事 其實就是讓建築主管機關都發局不予施工勘驗 那不予施工勘驗 那我們建築法也有相關的規定 那後續他如果未申報來勘驗 那我們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建築法56條87條就會勒令停工 剛才聽到市長講完是說針對金華城案目前是針對內政部過去的相關函事 就是讓建築主管機關不予施工勘驗 也就是說金華城現在應該就是只能淋留在一樓 而他們如果要往二樓往上蓋的話其實是不予核准的 那如果繼續金華城如果是偷偷蓋的話 就會依照建築法第56以及第87條勒令停工 一切都是非常清楚一法行政 以上是新 也不оре努力 工魟 嗯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